这就真是 帮我帮你帮你帮我帮我帮你 帮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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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你帮我帮我帮你 少君啊 我觉得有些话 我也没有必要要瞒你了 你说 你看着我来 我不想赢文事 不想赢武事 不想赢策论 不想参加有关 少臣主的任何争夺 以前我虽文文虽浅 但是我武艺齐家 可现在呢 我一无是处 就是个废人 而你呢 却一而再再而三地 逼迫我跟别人去争夺 你这样合适吗 倩倩 你不试一下 怎么知道自己不行 况且有我在 我一定会想出一个 万全之策让你获胜的 你看 我把答案都写好了 你只要记下来就行 就算我没有人事 那要如何 能够少一分屈辱 能够少一分吵 什么不能 不管我再怎么努力 再怎么勤奋 我都只是一个废人 一个受尽天下 耻笑的胖废人 我明白了 郡主 你可千万别忘心理 三公主 三公主这话 是 是在说她自己呢 我们走吧 可她说得没错 一届废人 有什么颜面去参加着考呢 即便是赢了文士 策论 我的后半生就会改变了 我 我就能够重新站起来吗 郡主 苏公子 紫年兄 我奉裴思学之命 来询问为何大郡主 这两日无故缺客 大郡主这几日无心学习 为何 还不是都怪三公主 她自己自暴自欺就算了 还非要捎带上我们大郡主 那还麻烦 紫年兄帮忙通传一声 就和大郡主说 我来看望她 苏木见过大郡主 大郡主 你开这满园春色 不如 苏木陪大郡主 出去走走 不必了 风景再好 也有衰败的一天 免得以后见了萧条的样子 想起今日盛景 徒增其量 大郡主 你心地善良 应该看到这世间万物为好的一面呀 这冬去春来 再凋零的花 也有重新盛开的一天 不是吗 我跟韩硕说的话 怎么被长姐听到了呢 这 三公主 你心思直爽豁达 可大郡主心思玲珑啊 我怕她钻牛角尖 把自己给绕进去 我明白 你是想让我去劝劝她 苏某 感激不尽 苏木 您为何要替长姐谢我啊 这大郡主有句话 她说英雄不问出处 虽然苏木 现在在宗学堂做事 但见到我的人 无不想着我曾经深陷教房司 是个月人 只有大郡主看我的眼神 欲看旁人无异 也是 你与长姐 的确是有段缘分 万万不敢 是大郡主和三公主捶脸小人 看得及小人罢了 好了 我这就去找张姐解释 事情不是她听到的那个样子 谢过三公主 张姐 张姐 郡主 不是要你拦着她吗 我想你拦着谁敢拦着 张姐 张姐 你这是在干什么 你要放弃着考 一介废人 无论如何只会被天下人指向 这不是你说过的话吗 不是的张姐 我那人在说我自己跟你没关系 你可别这么相信自己啊 要不要参加着考是我自己的事 但是我的事还轮不着你来指手画脚 你 三公主 你这是做什么 陈倩倩 你是在羞辱我吗 不不不不 我不是这样的 张姐 我是心疼你 我不想看你这样就放弃自己 你心疼我 我是真的心疼你 我做准备了 我不是说说而已 你看 这是我从好多书里面整理出来的 已经准备有一些时日了 我在想说找个机会就给你的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用 但也许这些能够帮助你重新站起来 不管聊天怎么样 你都试试看 你为我找的疗法 你是不是觉得你的医术比我更好 张 张姐的医术自然高明 可这么多年 你都不曾治自己的腿 三公主您快别说了 因为你不敢对不对 因为你怕治不好 所以你这么多年 都没有尝试过 让自己重新站起来 你让我重新站起来 就如同武功见虚的你要赢得武士 你觉得这可能吗 你走吧 张姐 三公主请回吧 三公主请回吧